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彰化县政府21日上午在厄陵国小礼堂办理 我爱我的老样子高龄穿搭走秀活动 县长王惠美与高龄90岁的郑秀霞阿嬷等人一起走秀 现场洋溢温馨热闹的气氛 好来 向我们的舞台淘汰 走到我们的上淘汰这里 一条上淘汰商品 你必须叫做百字铺 让我们去看一看 很漂亮给我们的阿嬷 最漂亮的灰 还有打扮上岳服装 有一点点花的这个服装 现在走到我们的上淘汰 我们赶快的淘汰 让我们适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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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 一二三百公司 中华管政府一定努力 让我们的长辈在地安老 在地得到最好的照顾 所以想了很多风暗 今天这个就是我爱我的老样子 这个是透过产观学合作 包括由Kunshop提供衣服 包括由我们的这个大学 来教我们的长辈走秀 才能够促成一个这样 让长辈跳脱过去老的一个概念 他也可以非常青春 非常的这个Sapa 能够呢透过他的衣着 让自己更加的有信心 那我想我们呢 这个年纪不是问题 最主要是心态 希望长辈都能够走出来 一起在我们的关怀据点里面 得到最好的照顾 那县长在社会福利 还有老人这个 照顾这个区块做得相当好 我们最近应该会 赶快会有成立我们的 卫生所那个地址 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 卫不大了 那里面有不老健身房等等 还有这照顾 我想这都是我们 目前未来社会在走 应该是要做的这个工作 那首先在这里 我要感谢我们所有的社区 社区社团 社区社团 让我们通道老人基金会 对我们这个老人福利问题 还有我们老人的活动问题 我想这都是我们 很大的客气 其实最重要的我们 健康有三个月 中间一年 第一个唱歌 第二个驾楼 第三个保持十八个月的生态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长者 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 以夫妻党 祖孙党四大主轴 串联花卉 童趣 运动 以及老衣新穿 展现自信走秀 参加这个活动有快乐吗 有啊 你几岁 现在 九十 九十 九十喔 这以前的衣还是现在的衣 对 现在的衣服 我社区本来说要去表演的衣服 啊这么快你都敢穿 这么快就这样 敢喔 老后我也敢穿啊 今天有快乐吗 有喔 有这些都年轻去了吗 年轻人 我们自己老了 不要说年轻 心情怎么样 心情不错 老衣 新穿 对 老衣新穿 有感觉回到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 有在那里感觉 啊 感觉很新奇很好奇 觉得很兴奋 所以希望 跟阿公牵手一辈子 对 对 我们等一下也是十指紧扣 哦 对对对 十指紧扣 对对对 走秀等一下就是十指紧扣 开心啊 开心 开心 我爱我的老样子 高龄穿搭走秀活动 邀请大学指导长辈如何走秀 再加上Quinsha的衣着配件 创造出更多元的服装变化 让长辈们更有自信 更加欢喜快乐 公益频道林俊明20采访报道